在现实生活中明星虽然如同光辉妖脸般的存在,但也难逃生老病死,不过如果都是自然的生老病死,也是人之常情。 但有些明星却在失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意外去世,死因还特别蹊跷,下面小编就来盘点下死的最蹊跷的四位明星。 一,邓丽君邓丽君的祖籍是河北大明写,六岁就移居台北市,他从小就十分热衷于唱歌,年纪轻轻就跟唱片公司签了约十五岁的时候,许多人都还只是个孩童,他就已经出了七张唱片,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基本都是放着他的歌。 如果要说七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歌星,那就非邓丽君莫属了,可以说是一代的经典了,但在已九九五年的时候,邓丽君的事业正如日中天,却在泰国的一家饭店逝世了,最后一传回来许多人都被伤不已,据媒体宣称当时的死因是哮喘并发作,但坊间对此并不是十分认同。 有人指出邓丽君去世的时候,左边的脸上有一个显眼的红掌印子的十分欺诚,因此许多人猜测,邓丽君可能是被谋杀,但具体死因也是不得而知。 而陈柏强陈柏强的祖籍是广东台山史,出生地是在香港,而后就一直在香港生活着,陈柏强打小就生活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里,父母亲也是对他百般疼爱,可以说是在密挂里炮大的富二代了。 中学时期因为被乐器所吸引,而后就步入了音乐生涯,创作了许多快智人口的经典曲目。 陈柏强当时还获得了许多音乐奖项,被许多人所看好,然而35岁时却英年早逝,据悉是因为脑揣截死亡,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大概的症状。 有传闻称,医生在陈柏强的脑部检查到积血,而且肋骨还有道裂痕,这种种伤痕来看,死因似乎也是迷。 三,乔仁良乔仁良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,18岁就因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,为大家所熟知,20岁的时候通过参加当时最火热的选秀节目,加油好男儿获得亚军从而正式出道。 由于外表俊朗,才华又十分出众,之后的乔仁良更是相应,是,隔多期发展。 然而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人,却在28岁的时候传来恶号,当乔仁良意外身亡的消息一出来,许多人都表示难以置信,对于他的死因也是有着各种版本传出。 有说是塑料袋子在头窒息,也有说是因为拍电影患了抑郁症选择了自我了断,而当时他的女友在第一时间发现她,她身上还有伤,这不免让人起疑。 四,李小龙,李小龙的祖籍是广东博山,出生地是旧金山,对于武术是由衷的喜爱。 11岁就跟随叶文学艺,后来还自创了一套截拳的拳法,是一个将中国功夫推向国际的先驱。 李小龙除了是个武术学者还是个演员,他拍摄了许多的电影,更是在所参演的影片中,将世界展示了真正的中国功夫。 这样的一位功夫巨星,却在33岁的时候意外的猝死,实在是令人痛惜。 当时检查李小龙尸体的医院资料里,称他死于脑水中,不过大家对此并不是十分认同,因为当时的李小龙脑部虽有一点肿胀,但也不一定能致人死亡,虽然全身也没什么伤痕,唯独胸口有急救时渣的针孔,对于他的死因实在是匪夷所思。 之后他的儿子李国豪在拍戏时却被盗剧中的真子弹击中而毙命,父子相继身亡,凶手至今未找到,这不免为李小龙的死附上一样的色彩。